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翻转 据财新报道 高永股票操纵案中的自然人账户之一 确实为影视明星黄晓明名下账户 而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表示 这些自然人账户的所有人 如果仅仅是出借账户 并不知道账户被利用进行市场操纵 这些账户也不会被冻结 黄晓明否认涉股票操纵档案根据证监会披露的信息 该案发生于2015年1月12日至2月17日 也就是上一轮牛市期间 北京护城和投资发展中心和火人高永 通过其直接控制的两个信托账户和十四个委托其操作的个人账户 以连续风涨平方式大逼满入金化至1002349 SP股票并排高股价 在6月5日至7月22日期间 机检股票大量卖出 隐身账户最终卖出总基金额16.84亿元股票 获利8.97亿元 证监会最终裁定 没收违法所的8.97亿元 并罚款8.97亿元 和基金额达到18亿 决定书中对于案件细节的通报显示 上述14个委托交易账户其中之一 为黄某民账户开立后 由其母亲张某霞管理使用 并经过护城和投资另一个合伙人陆某介绍 张某霞将黄某民账户交由部分委托高永管理 该账户是按交易由高永做出 有自媒体在案件细节披露后推测 黄某民和张某霞 就是演员黄晓明和其母亲张素霞 对此 黄晓明工作室发表严正声明称 黄晓明并不认识高永 也未参与过任何操纵股票行为和介入过任何相关调查 并表示上述提到的媒体报道未度转而来 将追究法律责任 而就在黄晓明工作室发表声明的两天后 去台新8月13日晚报道 证监会刚刚公布的获利近9亿元 把莫垮高达18亿元的高永股票操纵案中的自然人 账户之一确实为影视明星黄晓明明下账户 财新还报道着 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表示 这些自然人账户的所有人 如果仅仅是出界账户 并不知道账户被利用进行市场操纵 这些账户也不会被冻结 陆雷 上去投资 黄晓明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 这已经不是黄晓明第一次进入金融方面的纠纷 两年前东宏桥在线 魔环电影等于关联 得多个互联网金融平台出现预期 并且 见了东宏桥目前正在清盘的事实 影视野由黄晓明在2015年被邀为期待演过 已得不少投资者 跑到他微博下去诉苦 2016年4月8日 黄晓明的工作室急忙公关 趁黄晓明致力于大学生创业 应该金融公司有待你圆貌这个项目 当时只是去帮忙拍相关广告 时间才得以平息 时间再拉回到现在 据新华社3月16日报道 高某已成立的私募公司为平台 吸引多个高净值客户委托其管理证券账户 涉案账户既有散评信托账户 又有多个自然人账户 值得完美的是 账户名一人不乏著名一线影视明星 民营企业家 企业高管等 控制的账户资金总量巨大 涉案金额超过20亿元 根据证监会的披露 高永利用的私募平台 就是北京护城河投资发展中心 以下检测护城河投资 亲眼查资料显示 护城河投资合伙人包括高永 年宇和陆雷 陆雷为护城河投资第一大股东持股65% 年宇持股25% 证监会披露的是案男主高永持股比例仅为10% 很显然 在护城河投资投资这家公司中 带股东陆雷有绝对的话语权 那么陆雷又是谁呢 公开资料显示 陆雷被誉为民间股神 紫阳市和北京电视台都参加过股评节目 2012年发起成立护城河投资 身份变为雷阳光思慕基金经理 天眼查数据显示 陆雷居下公司是4家 除了投资工 私外 还有影视传媒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一家注册资本 为155.56万人民币的北京中观乐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 陆雷与上市公司神周太院 30002002 FZ股东极高管关系密切 根据天眼查数据2012年 陆雷于北京善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成立了北京中观乐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善巨投资背后股东及卫神周太院实际控制人王宁 李立以及中都高管 而顺着善巨投资者条线 可以发现其余一线明星之间 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善巨投资入股获多家公司 其中 其间接探股的深圳市丰年互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中就包括了黄晓明和张子怡等明星 李顺一下 简单来说 陆雷和黄晓明 间接拥有共同的合作伙伴 即神周太院股东高管成立的善巨投资 黄晓明名下投资公司 众多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在搜寻信息时发现 黄晓明除了是一名成功的业员之外 更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天眼查数据显示 黄晓明名下有48家公司 设计科技 餐用 文化 服装 商贸 投资等多个方面 而值得注意的是 其名下最多的便是投资类公司 多达14家 以北京之连加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位力 多为明星入股 包括黄晓明 詹国立 封小哥 李冰冰等 而最著名的倒数黄晓明的名家资本 北京名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简称 公开资料显示 名家资本成立于2015年4月 注册资本1000万人员免币 由中国内地著名男演员、歌手黄晓明先生和资深投资管理顾问张秀琴女士共同注资创立 名家资本的投资将为澳饭娱乐领域展开 包括网络文学、视频、直播、VRAR、游戏竞技等 自2015年组建团队 名家资本先后投资了同道文化同道大叔 火辣健身 野马现场 火辣科技坚果 巴比辣妈 第一车代 群开 依下科技等众多项目 名家资本最新的投资事件是2018年7月30日 联手融创中国 普斯资本共同参与优娱学堂A加轮1.5亿融资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还注意到 黄晓明官员公司 中名为北京名无限贸易有限公司 那法人代表名字叫做张素侠 而公开信息也显示黄晓明母亲叫张素侠 责任编辑 今宵 中名为北京与伍和公开 明英日快乐 中名为北京与伍和平博